教会是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并且胜过了阴间 教会是充满活力的国度群体 是上帝所拣选在地上所建立并掌权的 教会是上帝的A计划 要带给世界全面的一致 并没有其他的B计划 今天许多教会难以效法一世纪耶稣基督建立的教会 同样许多基督徒也很难践行基督最初所赐带领门徒的命令 但是这个带领门徒的命令是教会的核心使命 是基督所赐的唯一将上帝的国度带入这个破碎世界的方法 带领门徒开始于教会之外 我们的社区、我们的工作单位和我们的学校 当我们一同行在效法基督的道路上时 我们会发现帮助别人成长的同时 自己也成长了 当我们为他人而活并帮助他们成长效法基督时 我们自己也会有基督的样式 这种带领门徒的托付也是给青少年的 而他们却常被忽略没有被看作是大使命的参与者 虽然很多人认为儿童在基督带领门徒的呼召中无法发挥作用 但是研究显示儿童和青少年是一个国家中强大而有效的力量 这个被教会所低估的年龄段急需教会赋予的权利 门徒训练3.0是对基督教会中每一个11岁级以上人的呼召 呼召人们不只为自己而活也为自己临时而活 他呼召我们做弟兄的守望者 通过门徒训练把圣地的国带到你的家中 你的社区和你的国家 边有一个国家地区和你的国家 你还有一个 Axis 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